即日前拜访台东市第一工友零售市场 及高雄市龙华工友零售市场 市长魏家燕接续率领访问团 前往其后观光市场 和沿城第一工友零售市场进行观摩 魏家燕表示 推动市场的改造是公所团队长期以来的目标 希望将外线市成功的经验带回 促进花莲市工友市场活化转型 即拜访台东市第一工友零售市场 和高雄市龙华工友零售市场之后 花莲市公所访问团继续前往 其后观光市场 还有沿城第一工友零售市场来进行观摩 市长魏家燕表示 推动市场改造是公所团队的目标 希望能够把外线市成功经验带回 促进花莲市工友市场活化转型 也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精力在协调沟通 才能再让市场再造 再回升 其实回升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主委 跟我们所有今日前来的我们会员们 都可以了解到一个市场 重新再造的一个过程 那未来我想花莲市有很多的工友市场 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做一个改造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给一些时间 跟一些建议 那过去我们会回去再做一些 从小开始一个沟通 然后再跟中央或是跟我们新政府来争取预算 也希望我们争取经费之后 能够更贴近现在的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需求 那最后也要谢谢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以及我们台东施工所都大力的对我们协助 再次的感谢 一连两天走访了四个优良市集 参加观摩的花莲市公友市场摊乡都表示 获益良多 包括垃圾分类及垃圾不落地的措施 还有鼓励年轻人进驻创业 推动设施符合现代化美学等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未来推动 优良市集的一大特点 摊乡们也期待可以把宝贵经验带回 和更多的摊商来分享 介络会欢迎时报道